首次上稿 9点08分更新时间 11点14分 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关西地区于当地时间今早7点58分发生规模6点1强阵 传出多人受伤 更有一名9岁女童停止呼吸心跳 送医后不治 综合日媒报道 大阪府高归市市里受荣过小一名9岁女童呼吸心跳停止 疑似在上学通勤时遭倒塌墙壁压住 送医后不治 大阪府东电川区也有一名80岁男性在倒塌墙壁下被发现 呼吸心跳接停止 送医后确认已死亡 大阪府慈牧市小窗钉则有一名85岁男性被发现在倒塌牧横下 送医后不治 另外,目前包含大阪府、京都府、兵库县、奈良县、滋鹤县、三重县在内 至少有61人因强阵而受伤 相关新闻连结强阵袭击大阪 酿17万户停电 10万户梅瓦斯天窑的洞 日本大阪金城发生规模6.1强阵